圓文載族書接上回 上次講到七雲和尚教訓一下無忌道人 各人見七雲和尚內功利害 當堂疾主 蕭道祭是一個有相當年紀 有修養的人 不同於那些牙刷刷的年輕人 他竟是無忌道人動手 現在輸了都是無須拿來衰 實在不能怪人 就向七雲和尚說 好,大師的武藝 確實有獨道之處 老夫這次來 不是想和少林派作對 實在是想找洪稀官 問問我兄弟常德康的死因 洪稀官去了哪裡 大師可不可以告訴我 阿彌陀佛 洪稀官是個光明磊落的人 不是畏醉潛逃 我真人不講假話 你們可以去那裡找他 希望你們武當弟子 不要再來大佛子搞搞陣就是了 跟著,妻雲和尚說出 原來洪稀官和妻子門徒 全部都開了蕭林寺 參加清草和尚的楚床大典 揹奇未定地說 既然洪稀官不在 那便沒辦法 蕭道祭唯有起身告辭 和眾人走出大佛子 無忌道人由高灰扶著 滑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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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 蕭居士,你這個禿奴動手打傷無忌道長 為何不跟他算帳呢? 唉,你們還好說 難怪冤冤相報幾十年都未能安靜 今天的事實在是無忌道長沒有道理 說就說,為何要先動手打人呢? 老夫不能將曲作席,將視作非的 方玉龍沒有聲出 無忌道人說 既然洪稀官去了九年山 我就不如跟著趕去 才掃平趙家村殺了六十彩中米六兩個小子 然後進攻少林寺 和洪稀官等人一網打盡 這就幾十年冤壽可以得報了 蕭道祭玲玲頭說 唉,你們總是把事情看得阿婆燈那麼輕 少林寺裡面有爭俗弟子成幾百人 我們只有十多人 這樣去打,豈不是想死二個爛雙方 否則跟我們作對 只不過是洪稀官等十幾人 又何必牽涉到這麼多人呢? 這樣呢,我們先去九年山下臨家村那裡住 探聽一下少林寺的情況 然後再作打算 眾人點頭答應 回到柳波橋,譚鳳兒武館 第二天,蕭道祭率領方玉龍無忌道人 武花月譚鳳兒 等十幾個武當弟子離開陽城 前去九年山 三幾日 又來到九年山的臨家村外 李炮、臨獄之年王大開村門 迎接入臨家莊客廳坐落 李炮華 唉,我們看蕭居士 方師叔回來 真是看得我這麼長頸了 自從你們去了之後 陸亞彩和鍾米陸兩條臭小子 天天和班人到村口大鬧 又那麼難口,鬧那麼難口 早中的十八代都被他鬧了 我們真是想撲出來打個陷家產的了 只是聽你們的話 顧著要引氣吞聲 不知多辛苦 如果你們還不來 我們真是撲到很多包子 蜂玉農民 這兩日 他們有沒有來呢 有 天天都來 吃完早飯就來這處 一直撲到日落西山之夜回去 明早吃完早飯他們又來的 師傅代謝連聲說 好 好 好 方玉農農說 林玄改 李師陣 明天少林小子來的時候 你們馬上叫我 等個師子的功夫 殺到他們片甲不留 成勝產平 趙家莊 然後直攻少林子 林玉枝和李炮就大為歡喜 師傅代謝 又馬上說 好 好 但是好什麼呢 他又沒有說到 當日 林玉枝 李炮 吩咐家庭 湯雞殺鴨 恩勤 招待 你們不必勢說 到大日早早 中人吃完早飯之後 正在大廳那裡聊聊天 忽然 聽見遠處 賀殺 有這樣的聲音 有個莊客匆匆忙忙跑進來說 啟賓兩位師傅 陸雅彩 中米玉 又帶了趙家村幾十人 在村口喊打喊殺啊 方玉農十聲起身說 掩盡 少林小子正在飛鵝破火自尋死路 蕭居然 我們出到外面看看 蕭道就是點頭答應 和眾人出到外面 早已經聽到遠遠有人破口大罵 炒蝦拆蟹啦 蕭人掃補啦 應有盡有 激到林玉枝李炮等人生蝦子跳 加快腳步走草村口 大開村門 只見二十樣左右 有兩個年輕人 帶著幾十個莊兵 手執兵器坐在草地上面 指手滑腳輪流大鬧 李炮指著那邊說 蕭居然 那個中等身材 微青木獸 三十歲左右穿著白衣 手執齊眉棍的 就是綠亞彩啦 過一個穿黑衣的 生得肥肥大大 滿嘴鬍鬍 插著一把大瓣刀的 就是中米綠啦 蕭童仔很細心望了輪 嗯 看來綠亞彩 不止一個好勇鬥狠的人 中米綠就不一樣了 看他面肉橫生 目露空光 當然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人 將來不得好死的 眾人齊聲賦喔 是咯 看他怎麼死呢 且講綠亞彩和中米綠 鬧一下鬧一下 只見村門大開 有人走出來 有道士 有族家 中米綠心想 嗯 一定是武當派的人啦 又上前破口大罵啦 武當妖道 又來佼佼鎮啊 你不記得老烏輝馮道丹 發明兩個妖道嗎 雖然是聰明 但一樣被我們少林派打花 我看你們當然是壽星公掉頸 嚴命長頂啦 妖道 有本事放馬過來 等我送你回音 幾句說話 極到武當弟子瞪眼吹鬚 尤其是無忌道人 正式是張飛命 炮仗頸 一點就爆的啦 他一點都不像他出家人啦 他十聲在腰間摸出把劍 大海聲 小林小子 憂得大言 我無忌道人來拿你狗命 話未講完 飆馬衝馳 如今中米洛 又是性情暴躁的 當然不肯認衰啦 廢武大刀上前迎戰 對著無忌道人兜頭一刀劈落 無忌道人使出地堂功夫 扑在地下跟著一滑 滑到中米洛腳下 一劍斜斜地插上去 中米洛連亡退馬 將把刀噴聲撥開來劍 連銷大打順手劈落 無忌道人再滑 滑四五尺 一個鯉魚打鏡起翻身 中米洛飆上前 第二刀拿腰劈去 無忌道人十聲跳開 跟著躍馬上前 一劍向中米洛刺去 真是快如閃電 中米洛閃不前 左邊肩頭給劍一刀 深入整圈鮮血直飆 無忌道人正想再一劍拿他命的時候 綠亞彩伏聲一噸送過來 無忌道人連亡退後 中米洛被趙家村的人搶救回去了 方玉龍看到這樣大海聲 召開 十幾個武當弟子一起湧上 方玉龍用劍直取綠亞彩 其餘的人好像萬虎下山一樣 打到趙家村的兄弟走不走 綠亞彩也頂不住 掩護眾人向著趙家村撤退 扔回入村裡緊閉村門 大家退回到池塘裡 點點一下人數 受傷的有十二三人 綠亞彩連蒙和各人枯弱包紮 趙家村的村長趙善南 和趙直雲聽聞這次打敗仗 連亡趕來祠堂看看 見這麼多人受傷就問 陸師傅每次上陣都是贏的 不過今天這麼撞板 唉 以前只得你炮一個人 帶領林家村的人來應戰 但今天他們不知道在哪裡 發了十幾人來 有男有女有老有少 有道士有族家 個個都是武藝高強 我們雖然人多 但是既經不及別人 唉 不知就輸了回來 這樣 我只怕他們趁勢大舉進攻 陸亞彩說 上陣交兵 要知己知彼才能夠百戰百勝 今天新來林家莊幫手的人 陸師兄說他們是武當派的人 但不知他們實力怎樣 人數多少 一定要先查清楚 然後才容易著手進攻 趙陸師生 你們有沒有人肯運入林家村 探聽又虛實呢 趙善臨 令一令頭說 這件事很難吧 我們姓趙的 和他們姓林的 一向都是不對的 兩村素來都沒有通到分 何況更來又打大交 怎會讓我們的人入村呢 請陸師傅都是另外想犯法 可以 陸亞彩想了一陣 哦 可以 我想到一條妙計 可以探聽到林家村的虛實 趙善臨連蒙問有什麼妙計 陸亞彩說 我師兄洪希冠 和武當派的人打了幾十年 他對武當派的情況很熟悉 最近 他帶同徒弟回九年山 參加清草方丈的楚床大典 我請洪師兄來一認 什麼都清楚的了 趙善臨等人聽聞 大為歡喜 好計呀 我聽聞洪希冠的名字很久了 只是沒見過面 現在正好和他相識一下 好啊 於是陸亞彩吩咐村民 緊守住村莊 自己運村後小路回去少林寺 足足走了半天才走到 他一見洪希冠 氣都沒人討定就說了 洪師兄 有件事要你幫幫忙 洪希冠見他滿頭大汗 招呼他坐下 喝杯茶 就問什麼事了 陸亞彩將情況一五一十說出 定請洪希冠去趙家村 洪希冠 洪希冠想起了 噢 林家村不是有個武當派的教頭 叫做李炮的嗎 正是個條村 林家村 林家村的人實在可惡 我前年來到重見少林寺的時候 五頭林大洪莊說 給他暗算 幾乎命都沒了 我想武當派弟子 不是說為兩條村駭鬥而來的 其實就是為追殺我 好 幾多驚途蟹狼我都經歷過 又何怕區區幾個武當弟子呢 陸師弟 你在這裡休息一晚 讓我稟告給清草師兄知道 聽照跟你一起下山 前往趙家村 謝謝洪師兄 不要緊 但日早 洪希冠順洪文定胡阿彪等人 和陸亞彩離開少林寺 到了中午 來到趙家村 趙善南趙直雲等鄉身父老 聽聞洪希冠來的 大為歡喜 連忙帶趙家子弟出去迎接 招呼大家到趙家村客廳那裡坐下 趙善南見洪希冠 雖然年已半百 頭髮未白 但是體格洪莊 氣概不反 手下的門袍 個個虎背紅腰 應知爽俗 不敢笑逐人開 頻頻拱手說 唉 久仰洪師傅大名 如類冠矣 畢莊雖然來少林寺不是好魚 可惜自己腹膊 未識荊州 今天洪師傅大駕光臨 足為平生之餘了 洪希冠 洪希冠很謙虛地說 是 我洪某只不過是一屆勇夫 粗通忌激 隆隆無能 趙善南真是過獎過獎 請問趙善南 這兩天 林家村的人 還有沒有來打呢 趙善南還沒人回答 有一個年輕人 衝衝蒙蒙進來報 林家村的人 和武當教頭 又來村前漏打了 洪希冠聽聞十聲起身說 來得對 讓我先看看 然後再定刑戰的犯法 講完 率領洪文定等國門徒 由綠亞彩帶路 趙家子弟陪著 來到村池 走上村裡 一個高崗上面 居高臨下 離遠望過去 只見村池幾十障礙 有一幫人馬 若沒有有二三百人 執著工具 在那裡喊打喊殺 為首的 正是瘦猴 方玉龍 和武花園 譚鳳兒等人 另外有一個道士 洪希冠 覺得很面熟 似乎十幾年前 進攻武當山清虛灌的時候 曾經見過 但一時想不起他叫他什麼名 各位 這個正是無忌道人 蕭道就是因為 不知道洪希冠來了趙家村 不知他沒有出戰 洪希冠望了一輪 笑起上來 我以為什麼人 這麼厲害 原來又是瘦猴子 和武當弟子 方玉龍這個人 本來內功很厲害 只是他同精已失 內功被迫 只剩下外家功夫 正式是床下底放紫妖 高極有限 和我打過幾次 都是瘦猴盒眼糞 枕住屍 武當派自從馮道德死了之後 剩下的人雖然是多 但都是平庸之輩 又用不怕他呢 講如 和眾人落了高歌 走到村前大開村門 六雅彩首輯雙頭齊眉棍大海星 一馬當先衝出村外 大叫 武當小子 有本事儘管放馬過來 少林六雅彩在此 林家村那邊 有人飆出來說 六雅彩 又邀請他 我來對付你 大家一看 原來是武當弟子周鴻 周鴻欺六雅彩後山 又想在美人舞花月面前賣弄本領 故此一拼鴻鷹槍 對著六雅彩胸口一槍刺過去 六雅彩把箱頭滾一擋 一個賀箱子吹消 棍被由下向上 對著周鴻下部挑上 周鴻連亡閃馬避荒 第二槍說聲 對著六雅彩喉嚨刺過去 六雅彩將頭一側避荒來槍 正想舉棍還擊 誰知周鴻的鎖喉槍發 一下緊接著一下 向着喉咙猛刺 红鹰一开一盒 一再一散 枪尖在阳光照耀之下 闪闪发光 养到绿亚彩眼多花光 连忙将头左摆右摆 闪避来枪 一连六七十下 周虹的枪 重命停止 绿亚彩没办法抽筋还击 因为枪法来得快夹密 如果稍微窄了些少 喉咙即刻有被刺穿的危险 想退马闪避 但是周虹的枪又紧紧追逼 怎么呢 绿亚彩人急继生 见周虹枪尖插泥 连忙将左摆一顶 哎呀 枪尖就插入肩头里面 绿亚彩说时时 那时快 一棍对着周虹胸口飙过去 周虹来不及收枪招架 胸口中了 哎呀 倒退几步 口吐鲜血 转身就走 绿亚彩都算勇了 宁愿肩膝头挨一枪 然后用棍点回周虹胸口 轮起伤势 绿亚彩只是皮肉受伤 而周虹伤及内壮 即使绿亚彩除了扮都还有痴 再说绿亚彩因为肩头受伤 鲜血直飙 无追赶到周虹 转身走回到赵家村 方玉郎和无忌道人 怎么肯放过啊 趁此机会 两个发脚直追 何德星 绿亚彩小子 留低个头 你才好走呢 各位 欲知后事如何 且定下户分解